上将的边路对接 二爷急跑开草啊 这个是因为菊油精经常可能会跟关羽抢草嘛 然后的话你直接开的话 首先急跑能免疫掉菊油精的减速断腿 如果菊油精你敢对我有杀心 我屁回来可能我丢血了 就没了 这一波 抢草的视野很果断 开极早去抢第一波视野 所以我才打得非常凶 而且命中率挺高的 对 对 西河的洞皇直接压制到蓝区了 昨天这个英雄前期其实放的准的话很厉害 cd短伤害也并不低 我一直把他定义成一种前期比较强的 因为他前期的基础技能伤害数值很高 而且控制也有 对 菊油精是准备要进了 就是自保能力 薛薇差一点 他的蓝也是因为脱下回蓝嘛 终于太凶了吧 已经快压到蓝巴布里面去了 大球再一推 究竟进来 闪现二技能反推 打出一个周围的感觉 大球再推两个 双杀 女帝的发气啊 这个好戏啊 我今日份 武家已经有一个镜头了 可以可以 不管这局比赛到底谁胜 武则天闪现二技能反推 大球连推两人 嗯 这个双杀到手 女帝的熟练度是 相当高 top的 因为比赛 我们知道中路的英雄 不够多 某种意义上来讲 所以很多英雄 是要去提前练的 嗯 哎 这个极起了门 可以说 满平666 确实太夸张了 对 这波操作的含金量拉满 而且他在这波之前 他现在那个位置 摩擦了很久 对 我刚才想说的是 第一点 他不光是操作厉害 他一开始对于 SYG的野需压力极起大 他这个地方晃了有半分钟 看下这个意识判断 大球推两人 直到要激活打蓝的一瞬间 闪现二技能推会两人 然后站在侧面 大球 先打凯 再打一个闪现拉走的冬黄 这个球 因为他的大球是穿透嘛 对 我会被打 逆风 太夸张 逆风开局 他不仅做到了 让自己家打野 四级完了之后 然后 SYG的野还没有打 且他在进野区的时候的操作 也非常完美 还有一级对线的时候 把冬黄干将 这个冬黄的血量 还有位置 直接卡到蓝区 完全出不来 下一波蓝区怎么办 球尾的打伞 不太可能不操作 这一波给XYG大家的压力有点大 凯 这个英雄 他其实是一个节奏爷嘛 但是在自己蓝buff没有的情况下 不光 先看这波团队 这波五三是有大的 五三天没有闪 但是这种位置 五三大刀 拿到蓝了 拿不到呀 喷了一下 关羽侧面进来 过去的找位置 还能够到两人 把烧四面 留不住 咬了一口 nice 哎但不行啊 这个人也只是 简单的换了换 对于双方来说 太难守了 这个蓝buff 不开吧 XYG的林梦拿到蓝buff了 其实还行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 完全可以走了 我太想受这个棋 我干不然 直接回去捅四个 非常凶啊 哇 这二斤能减得太快了 秀动 要搭杀 踩一剑换位上去 跟了一架 哎呀 暴击了 我二发 四剑刮到 175块到手 闪现拉开距离 棋逢对手 谁也别怕 这吧 这真的精彩啊 就是干啊 还没到四分钟呢 打了 打不干人 六个头啊 都在操作 这谁也别怂 哎 我就说观众这把很享受吧 受不了那个气 一定要看到这种 这英雄这英雄带来的 观场性就比较高的 谁还没点脾气啊 这个暴击暴得好 真以为我只会是暴击 下个篮吧怎么办呢 得为九月守个篮呢 不然发育不起来 先是一个 一只能 哦 回伞吃了个剑 这二技能好快啊 回伞吃剑 嗯 关键他二技能打 哎呦 这一发暴击暴击 这一发暴击暴击 梦的反应也好快啊 可以看到天城的装备 一点暴击的家族都没有的 纯靠 叫什么 命运暴击 是 明文带来的一点小暴击 然后可以看到 TTG又开始自己的节奏了 直接把射手路的塔放掉 然后顺便来反这个蓝 再顺便拆掉 SYG上了一趟 这也需这种狭窄的 闪现药 能拌死不 哎呀 哎呦 哎呦 大逆分 哎呦 关键是已经半血了 东黄的话 其实有跟干匠沟通好 虽然干匠刚才差 但是咬的 闪咬 哎可以看杖飞这个大招 吹了双C 然后剑直接歪掉了 这剑没有完全能够命中 嗯然后马超直接进来收割 这这这这这 哎呀 嗯 阿黎在这种团控多的阵容当中 是很难发挥的 太难发挥了 对有点像火舞阿黎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放到这个蓝吧 对 经济拉开了 一下就拉开了5000了 嗯 有的 队伍或者有的阵容 可能选择在蓝左右的时间去换节奏 但是XYG这个阵容 除了阿黎 不太好就换 这一把要赢的话估计又要往20分钟后走了 前三分别是轻轻不然跟九尾 这个阶段在一个节奏也和站边是一二后尾的情况下 那战斗力的差距太大了 对 可以看到经济杀6分钟来到了6分钟 所以轻轻的创备有点太好了 是的 这个时候的马超关羽是完全看不到的 看了就得交大招交起跑 那现在的话凯这个英雄被压制了 那一个来都拿不到的情况下 还能换他龙已经是很不错了 再尽力的去换一些侧面的资源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XYG本后期的能力 就TDG现在面临到的第一局一样的状况 能不能快速的把比赛杀死掉 对 虽然XYG的阵容 虽然有第一局那么强 但是你也别让他拖到后期好 但是我觉得TDG这个阵容和第一把是有差距的 他不怕不后期 而且他上高低的能力好像比第一把还强很多 是的 他这个武则天跟王昭君一样 他就能攻啊 他能跟张飞的combo 而且压高地能力很强 嗯 关键这边只有一个干将 是一个算是倾线点吧 而凯的现在坦度还有大招CD是非常长的 玩这把节奏快了 7分钟拉说6千斤一枪 哇 这局XYG打得太猛了 他们实在是不甘心放掉那个蓝buff 但是我就想到TDG一个小问题 就是他在第一把的时候 他让XYG换了太多龙了 我觉得这么顺的情况下 你总不至于再给XYG10分钟出来换龙的机会 对吧 打超领先2千5 打野领先了2千 这首位领先了1千 连有走位都领先了900 拖把拖把 这感觉只能往后面死命拖了 被换一条就是可以 对 我觉得不能让XYG有这么多资格的换龙 打后集团了 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是想去做的话 XYG自己能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拖到龙 那其实很难 对真的很难 对吧就是拖20分钟 想干嘛 绕吗 但是有双拆火啊 对 对 这个经济 这个经济目前这个阶段 拉得太大了 其实伍则天也很难切 这要回来守的 对伍则天又能自保 然后也能断你腿 还有个张飞的 隔离战场的能力 给了一剑 周围在高地下方 崩狂扔球 哦 大招直接吼 就减高地 跟第一把差率非常的大 是的 有点痛 我这大招崩了一下 究竟给一剑 是的 TDG的话拆火点还是多 但是这下挺危险 嗯 少了一波节奏 因为牵手现在肯定是不可能直接做魔女的 不可能 对 那也是个速冲的装备 那出魔女的速度可能会提升很多 对 这把他不需要去做护甲 对 因为能切他的只有一个关羽 他能断腿的人非常多 对刚刚看到不然的装备 第二点不祥征造 定位也是非常的明确 这是保镖 对 就是带刀侍 不需要自己这把多carry 他只要把自己工作做好 那就是carry 这是理解的 如果一个阵容需要局务金去carry的时候 基本上也就没戏 但如果能用局务金carry的人 选手 那也是非常厉害 对 现在肯定是拖发育了 这都不太需要 是 就是冷静冷静 发育发育 不是让你去carry的 也不太会 找一波节奏 他是个节奏盒 但他不是个精进和操作那种盒 没错 然后他强行去把人全体杀掉 下路塔估计 10分钟的时候肯定是要放的 还蛮期待 所以这把怎么应该 因为说实话 嗯 从目前这个精进差来看 这局很难翻 是很难 而且阵容也不太好 对和第一把观众朋友是有差距的他们的阵容 虽然说都是和Diva一样被压到高地 对 然后暂时高地还没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第一把毕竟是个保大哥后期能打团的 是孙尔向 对 但这把大哥的话 阿里本来就不是特别好发挥 而且他们的阵容不算是一个完全的四保一 而且不是个后期阵容 而且后期TTG的也有个鱼姬 没错 这个阵容厉害是厉害在中期 对 所以说暂时 TTG的粉丝可以暂时放心 因为他们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还会一直保持到主动权 而且他们主要是2比0领先 对 两边的粉丝现在心态都可以放得好一点 是的 这局想翻 阵容上好像有点难 不是逃走的问题 二哥和3D打了个招呼 对 龙心的控制也非常死 这种圆皮确实就是真的二哥和3D 没错 真的感情非常深厚 刘备确实出不来 哎 加速前打一波机会 闪现 我没逮到 很自信 虽然打 虽然他没有咬到 但是我觉得很佩服 就证明心态是什么 就想找一波机会了 不然一直关着打很难受 那这波的话还是没有成功 让XYG换点龙 然后打掉了双龙 还是要摆着正 对可以看到前两把 XDDD在被翻了一把 且又被平推一把的情况下 呃第三把还是正常 对 不光是阵容拿的比较大胆 且打法还有在顺风的滚雪球能力 还是没有减弱 对 这边现在下落好凶啊 酷鞋还是能忍啊 怎么经济差的太多了 不忍没办法 哇这一击啊 啊就不交 对 哎 能耐住就耐住 就算一格就 我能不交 就张飞卡在前面 哎 这波我连空 咬了 再给个大球 推到肉坎 咬住 但伤害地前跟不胜 不得给两下 只有今还压在前面非常弱 关于所有竞争 只杀了一个辅助啊 还有梁大龙 这不好办 马超的竞技已经超神了 感觉这波 还顶上来没有大招 有点守不住 因为伤害量太满 五三顶到脸上给了射手一套 不要点两下 打不死马超一点 这还有啊 直接点掉了公顺李马超 这场前 要不直接亏掉 我们恭喜广众TDG 哎呀